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一 內地 就是有 重大示威 這樣也不代表我們要放過藍絲 這一節我們正正就是要將 這些 出賣中國人的 香港 舔共藝人就是抽出來 讓大家繼續鞭屍 中國大陸 就是在爆發 重大的 一次 變革 現在 不知道到底 到最後 會去到一個什麼地步 舔共藝人 就是繼續 他們自己的本色 他們由始至終 都是為了利益 而回中國大陸 所以 我們看到現在香港的所有藍絲 尤其是那些親建制藍絲 在香港做生意呀 大媽撒 這一群人 你說他真是心是祖國 你說他真是關心內地同胞 這一群人 由始至終親近權貴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自己 的財富 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 這一群人 無論中國內地發生什麼事 這一群人 都是站在極權的那一邊 因為極權在維護他們的利益 而他們的利益 就是從人民手上 搶奪過來的嘛 我不知道這一節有多少內地朋友會聽 但是我們平時也是說這些話 也許 很多內地的朋友 不會接受香港人想獨立 但是 到最後 他們也應該要明白 同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在爭取 不同的自由 沒有人想受到 中共控制 以前內地人 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 共產黨宣傳 由他帶領之下 使得中國大陸 能夠崛起 這個謊言 已經被刺破了 所以 你不需要 依賴中國共產黨 如果你 內地 中國人 中華民族 真的想偉大騰飛 你更加要消滅共產黨 消滅了共產黨 是不是一定會成功啊 沒有人知道 這個世界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是怎樣 才有意義 這節我就想告訴 那麼多人知道 這個 共產黨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幫兇 而這一班幫兇 全部都是有特色的 這一班人 有很多共通點 他們 最大的共通點 只是看著錢字 因為 中國共產黨 最能夠提供給 這一班爪牙 這一班走狗的人 就是金錢 他們除了給金錢 經濟利益之外 他們什麼都給不到出來 所以 內地 經常販賣 內地十幾億人市場 換句話說 將民間的財富 叫人家 回來就是來發展 中國大陸的政權 將人民 當成是貨物 賣給那些他們想賄賂的人 他們賄賂完的人 這一班人 是用來維護他的政權 所以由始至終 中國共產黨 就是站在 十幾億人 的後面 用他們來做盾牌 由始至終 就是在販賣所有人民的利益 他們販賣給什麼人 什麼人都有 香港這些明星 你說他愛國 完全是笑話 絕對沒有人相信 這一班人渣 真的是愛國 他們所說的愛國 來來去去 就是愛那個 把利益 從人民手上 交給他們 的這個政權 所以這節要說的就是 蔡兆薰 他只會說 就是政權 喜歡說的話 政權 叫你去愛國 叫你回大陸發展 他們 就是去符和 實際上他是不是真的喜歡留在中國大陸 當在上海 爆發這個 防疫封城的時候 這班人 第一時間 走都走不及了 這班人跟你說喜歡上海 聽到 上海人也覺得噁心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有免費模式給大家支持 方法很簡單 一直聽節目也好 不是在聽節目也行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所以我們是非常之公穩 經常 都是用不收費方式經營 我們其中一個作為時事評論人 以及 就是媒體的責任 就是要把現在內地的情況 廣傳 這一節要說的是 香港的 藝人 蔡兆薰 蔡兆薰 就是早年說自己要回內地發展 說在內地發展很順利 不喜歡香港的生活 覺得內地生活更開心 舉家 移民上海 上海 上海一爆發 說武漢肺炎爆發 然後要封城 他 立即離開上海 二話不說 出賣 就是上海 他們 回到香港 早前有消息 說上海已經解封 有人問蔡兆薰你會不會回去上海居住 蔡兆薰 當然是跟你說 我已經回流了香港生活 根本 不打算回去上海居住 甚至乎 原本 在市中心 有一個 三千多呎 的福式豪宅 他 也放上網上放租 他已經打算 徹徹底底 離開上海 好 在這一班 藝人回大陸 賺食 想附和政權的時候 他說 他說上海是天堂 有甚麼 所有的生活比香港好 上海的生活比香港好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蔡兆薰說的話 完全是謊言 無論他 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政權 中共 希望他講這樣的說話 稱讚大陸好 他就稱讚大陸好 當 中國大陸 要來限制 人民的自由的時候 最後 他第一時間就跳船 第一時間就割席 換句話說 他嘴巴說上海好 實際上他內心根本完全不相信 他講這樣的說話 只是純粹為了迎合 政權的口味 因為政權 叫大家 回去中國內地發展 這些人 就是正正出賣 所有人民的人 包括內地人民 中國共產黨把內地人民的 民資民膏 經濟利益 用來 變成他維穩的工具 而他維穩的方法 不外乎 就是買這些 所謂知名的人士 把一些利益給他 使得他 可以回到中國大陸 賺盡 中國人民的錢 當有事發生 他就第一時間離開 中國內地會防疫 香港特別行政區 竟然有優待 所以他們就立即離開 坦白說 就算 香港 如果是立即 跟內地一樣 立即 有封城 防疫 好像上海一樣 我告訴大家 蔡紹芬這一類型的人 他們會立即離開 他們會第一時間 買飛機票 去英國 去加拿大 這一群無恥的藝人 跟香港 出賣 香港利益 將香港人 全部賣給中國共產黨 那群人是一模一樣 那群人 自己拿著外國passport 自己的子女送去外國讀書 包括林鄭月娥 這群人 就是專門做這樣的事 所以呢 我們不理的 就算內地人 他支持港獨 我也不要緊 你幫我對付這群人的話 我都會 給你掌聲 香港 也有很多 就是這些人渣 香港有很多這些人渣 不怕開名 你開我們名字 沈鎮營 還有蔡康蓮 你們兩個看著來 免得用粗口罵你 因為我盡量都不說 香港也有很多這些人渣 其實各位 是不是 不過說你們兩個名字 真的抬舉了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根本沒有跟蔡兆勳比 蔡兆勳成功過你們很多 其實現在香港那群藍絲 非常之懼怕 所以大家 不妨 真的 多一點幻想 不是大家真的幻想 多一點想像一下 成功的畫面 給自己多一點動力 這件事不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我們回到香港 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 不要以為你很過癮 躲在香港 香港很小 要刮你不是很難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我們會有最好的 我們會有的 我們會有的